人家的財產登記跟我的財產差不多 這是什麼世界 你們連家配跟我講連結嗎 台灣人民對不公不義要感到合怒 過去柯文哲給人家的人事是 他非常重視財政紀律 他珍惜每一分錢 他善用每一分錢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他完整的破空 當年你如果回到 他當年是怎麼樣義正言辭的去罵連家 他怎麼當年義正言辭做 他要帶給台灣一個新的文化 一個新的世界 你現在再回頭看阿伯當時的講話 非常諷刺 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而且你不僅騙小草的錢 你還騙了他們的感情 你就是政治渣男 民進黨北市議員踢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真的買房了 而且沒有貸款 用現金買下4300萬元的北市商辦 所有全人他的身份證字號 跟柯文哲是吻合的 再來他登記的地址 跟柯文哲現在所居住的地址 也是吻合的 證明就是柯文哲 就是這一個房屋的所有全人 林彥鳳拿出建物登記 就質疑根據柯文哲和陳佩琪的財產申報 存款只有2464萬元 如何在沒貸款下 就能輕鬆買進4300萬元的商辦 而差額剛好和政治現金缺少的1800萬元 差不多引發各界質疑 你是用選舉的補助款 買了你的名字的房產 私人資產 你就是違背承諾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一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但民眾黨的發言人選後才說過 選舉補助款主要會用在政黨營運 也會將部分捐給公益使用 結果卻是柯文哲1.1億元的選舉補助款 其中7300萬元進到自己口袋 那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選的歷史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 要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柯文哲選錢哭窮 選後補助款進帳後秘密買房 沒想到一被揭露又是那句老話 別人也一樣 東三新聞李君葉廷在台北從島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議員踢爆 在5月的時候是以4300萬的現金秘密 購置了這一處商辦 而地點就在鄰近立法院和黨部周邊的 這一棟駐商混合大樓 位在轉角這棟非常明顯的白色建築物 一樓有超商日式餐廳正旁邊還有診所 周邊機能很完善 柯文哲被踢爆現金買房到底是自用還是商用 有沒有人賣出或是異動管理員沒聽說 但這僅跟立法院距離200公尺的混合商辦 是電梯大樓共有12層如果以4300萬的價格來看的話 就是位在三樓的三房一廳三位 屋齡47年多 根據實價登錄來看 今年5月每坪來到88.2萬 總計是有48.76坪 大家就上各行各業都會在這區域來去做設置 說如果說有一些政黨人士 他可能也會在這區域去做購物買房 都是看準這個區域上面 在這些行政的氛圍上面 其實相對之下蠻濃厚的 激南大樓位於中正區精華地段 不僅交通便利 除了有些為自住戶外 也被不少企業看中 像是生技公司 醫療公司 健康基金會就有不少 另外也有貿易公司 跟會計律師事務所進駐 很多公務人員都會選擇在這一帶買房 再加上激南大樓的屋齡已有47年之高 未來具備相當可觀的為老都更潛力 專家說由於激南大樓的屋齡已快50年 具有被都更的潛力 因此多被公務員向重 以近年來看 釋出的物件不多 想要在這棟樓插旗入手 得有些機運 以地段來看 距離立院 黨部都相當近 非常符合柯氏夫妻的需求 這回柯文哲被爆出用現金購屋 各項謎團再添一起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面對各種爭議 柯文哲持續閃躲不回 甲帳風波越演越烈 隨著各種疑點浮出水面 也讓柯文哲的支持度 跟著跌到谷底 在中國有3A大作 那其實柯文哲也是3A大作 他上演的就是一場叫做白悟空 掏空的這樣場戲 那3A是什麼 就是A了小草的錢 然後木可公關公司A了又A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黨的好感度從6月的34.7%到7月 到了8月就像跳水一樣大幅下滑10個百分點 只剩下21.9% 同時反感度節節攀高 從6月50.5% 7月49.6% 到了8月的反感度 一路升到65.3% 現在柯文哲不信任度高達69.1% 恐怕是台灣史上沒有執政過的政治人物 居然不信任度可以達到這麼高 這種東西都奇奇怪怪怪 我們把這事情解釋清楚以後就會改善 但問題恐怕就在於 柯文哲始終沒辦法把事情解釋清楚 網紅四長貓就發現 柯文哲2023年12月說 政治獻金只剩下3600萬 財務瀕臨破產邊緣 但根據監察院系統顯示 當時的餘額還有6600萬 而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前兩天 再度號召小草捐款 當時餘額有5800萬 隔天再入賬4800萬 也難怪民進黨立委吳思瑶很酸 柯文哲在乎選票之餘 似乎更加關心鈔票 如今面對爭議 柯文哲是能躲就躲 能閃就閃 過去的清廉形象不復存在 小草們的支持恐怕也煙消雲散 東森新聞連照周佩宇台北報導 好 那今天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線上直播的朋友 那都在關注我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我今天主要是要講柯文哲的豪宅雲 已經討論了一個禮拜了 但是我們發現他從頭到尾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而且是刻意的在說謊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我在上個禮拜有接到一個爆料 告訴我說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然後就已經用現金買下台北市的房子 那以下我會來說明為什麼我們查證的結果 證明了這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人告訴我 柯文哲5月的時候 他是買下了在台北市中正區 林森南路10號3樓這個物件 他的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內政部的實價登錄 他的交易日期是在今年5月10號 他的總價4300萬 這個地點在哪裡 其實是很多朋友熟悉的地方 就在立法院的旁邊 距離立法院200公尺 跟陳佩琪之前去看的豪宅 1.2億的豪宅原立群英 相距只有140公尺 跟民眾黨中央黨部的距離只有450公尺 也就是走路10分鐘就可以到達 非常符合他們兩夫妻的需求 那我接到這個訊息 我進行了很詳細的查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新買的這個林森南路10號3樓的物件 我去調閱了二類藤本 我先跟各位說明 二類藤本 調閱的限制是沒有限制 也就代表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 各位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呢是陷入了政治獻金的假帳風暴裡 但是呢面對外界的各種質疑呢 柯文哲是始終都交代不清楚喔 稍早柯文哲出門的時候面對媒體追問 同樣沒有給出回應 先帶您來看現最新畫面 那現在很多醫生都說買不起1.2億豪宅耶 你怎麼看 知名中跟蘇一峰說那個醫生現在買不起 你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民眾黨的支持度 已經升各位數 隨自然說這個不能 市政顧問不能介入 不能進入黨務科 他說有醫院急說你當年你當市長的時候 你當黨主席 主席現在查證進出到哪裡了 好 您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假帳爭議 包括像是豪宅的爭議呢 柯文哲都沒有給出回應 只簡短說了一句 查帳進度查到哪裡 會由記者會統一來說明 另外呢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就顯示 其實民眾黨現在的支持度呢 已經剩下各位數了 對此呢柯文哲也是笑而不答 匆匆的走上車就到黨中央開會 以上呢現場最新把時間交還棚內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與太太陳佩琦 兩人從一多年近日陷入假帳風波 陳佩琦還爆出看1.2億豪宅 外界質疑醫生真的這麼好賺嗎 我跟我太太我們兩個都是台大畢業的醫生 你知道嗎 工作了三十幾年 坦白講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柯文哲出面解釋但外界還是存疑 對此有網友舉例 小S公公許慶祥就是醫師出身 跟買下兩間台北地堡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網友點出同樣是醫生 為何許慶祥致富不意外 而柯文哲會受到質疑 差別就在於如何運用醫生主業帶來的錢 小S公公很會理財靠投資賺了很多錢 加上診所本業收入當然買得起地堡 也有人表示醫生要買豪宅當然沒問題 有疑問的是柯文哲選舉時財產申報只有兩千多萬元 怎麼突然買得起上億豪宅 還有選舉時喊居住正義 阿伯沒有錢請捐款支持 現在沒有選舉阿伯怎麼突然又有錢了 另外也有網友表示 如果連柯文哲夫妻兩人當醫生還是權威 都買不起破譯台北房 那還有誰買得起 但現在正好報導 網紅四長貓做了一張柯文哲五千萬哭窮折現圖 分析他的政治獻金專戶餘兒 表示在2024大選啟動五百計畫 柯文哲還有五千兩百萬 投票前兩天再交小草捐兩百 餘兒還有七千四百萬引發外界熱議 畢竟這個時間點外界除了再等柯文哲交代 短差的政治獻金去哪裡 妻子陳佩琪又自爆東看西看破億豪宅 準備幫兒買新婚房 這些話聽在小草兒裡 內心恐怕先破房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一億元的房子 柯文哲買得起 他的理由是要把新竹土地 把現有房子賣一賣 但被外界酸居住正義相對剝奪感好重啊 過去高潭居住正義現在都在看房 不會挑時機實在令人搖頭 尤其有醫師跳出來反駁 像是台大婦產科醫師施錦中 說自己在台大醫院裡 認識很多醫師夫妻黨 工作一輩子還沒看到 誰有辦法買一億元的房子 另外胸腔內科醫師蘇一峰也說 大科醫師在醫院工作 是不可能買得起1.2億的房子 就算兩個醫師加起來也很難 你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如此大力的裝窮 你展現出來的不就是你很窮 你需要募款嗎 而且柯文哲還說 陳佩琪有看房 但是管理費比月退休金還貴 從台大政教授的月退來看 月薪10萬計算 保守估計也有5.6萬 再加上先前傳出陳佩琪有8萬月退休金 照柯文哲的話來說 管理費這麼高 看來不只看1.2億的房子嗎 請柯文哲老實地交代金流 要買房要置產 請用自己的錢 畢竟柯文哲過去主張居住正義 這迴貶居住正義 對比過去高寒理念 如今可是不可追憶 也讓外界不勝稀緒 還是先把金流交代仔細 東盛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這個是2014年的畫面 那時候他跟林盛文選的時候 所以其實他票數多 林盛文多很多 所以國民黨當時在幫林盛文輔選的人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國民黨會輸 一對一就是那場選舉之前 國民黨沒有輸過 蘇貞昌 謝長廷都打不贏 打不贏郝龍斌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本來民進黨是覺得不會贏的 可是那場是柯文哲贏的 為什麼 就是有很多沒有選擇藍綠的人 他把票投給了柯文哲 或是說綠的全部投給柯文哲 加上一些淺藍的也投給柯文哲 那為什麼柯文哲這個風暴這一次 是他所有從這裡來最嚴重的一次 保全哥你有沒有發現 當然 時間最長 然後傷的深度也最深 那另外一個是 有一個柯文哲非常強烈的支持者 講說他做了一夢 夢到前分好了 你講的是大媽老司機 這個大媽老司朱慧榮 保全哥 你有看他的黨證嗎 004 對他是第四號 而且他入黨那一天就是2019年8月6號 創黨啊他是四號啊 這個算是天字第四號 他叫大媽老司機 他常常帶著柯文哲的媽媽到處去 而且他也是一個廣播節目主持人 是柯粉都會認識的資深的這個怎麼樣 柯文哲身邊的支持者 但是他最近也常常就覺得說 黨中央怪怪的啊 因為顯然他也不在核心嘛 他也沒管錢嘛 他就是志工嘛 在那個整個總部過程當中 木殼的東西不能碰志工去那邊以後 怎麼樣還要去跟木殼擺東西 他也覺得很怪 所以當你身邊的人都已經發現很怪的時候 這些事情其實如果按照柯文哲以前 剛進到政治圈剛到台北市場的時候 根本不用等到選後 選前就應該要發現了 所以呢整個 整個柯文哲團隊跟他自己本人 都已經忘記了他原本的核心價值 現在出錯了 那好像回過頭來就是 我們檢視每一個環節嘛 包含的你說 看了房子的那個管理費比你月對還高 那這樣是代表一個月的管理費超過五萬耶 對不對 這到底是什麼房子 所以你今天不是講說 我只要把這個房子賣了 我就可以去買了 可是你手邊沒有錢 誰要帶你去看啊 你一旦談成了以後 馬上你七千萬都要落下去 那你多出來的五千萬在哪裡 所以現在真的是風雨飄搖的時候 他還在講說 錢的事情不乾淨的時候 你讓他覺得你好像很有錢 那不是去找死嗎 好瑞德 剛剛長你現在再回頭去看 跟柯文哲過去講的話 在對比他現在的座威 剛剛講到的 真的是非常諷刺 所以瑞德 他當時講說 講得這樣一陣言詞 結果現在咧 對沒有錯 那麼所以呢 從柯文哲 那麼當時的相關的言論裡面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柯文哲的書名 改變成真 好很簡單 只要十年 柯文哲就成了上義夫 而不是那個名嘴 是那個意 是一意兩意的意嘛 很簡單嘛 就變成上義夫嘛 他今天接受他們自己的 民眾之聲的訪問的時候 怎麼罵爭論節目的主持人跟名嘴 抹黑脫糞 一天到晚在製造謠言 不是這樣講我們的嗎 那麼我在我的臉書上面 直接這樣嗆他啦 假賬是你們做的 豪宅是你沒款的 幹話都是你說的嘛 我想坦白的嘛 這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們 自己造出來的嗎 我們講到他的管理費 他馬上裡面講說 管理費太高 比我的月退還高 我請問一下 柯文哲你月退多少 你知道嗎 剛剛不是有講到大S 跟那個翁曉飛嗎 對 他在信義激發劇的豪宅 因為他們兩個人 鬧離婚 所以意外曝光的管理費是 四萬七千塊 四萬七千塊在信義區是幾億的豪宅 請問一下 你們去看的那一幅算便宜的 1.26億83平四房的那個豪宅 他一個月的月退不到兩萬 那請問你柯文哲的月退是多少錢啊 因為我告訴各位 他的這個公設跟相關的管理費不到兩萬對不對 可是他說的是他們去看的管理費比他的月退還高嘛 你知道他還去看了1.43億的豪宅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1.43億沒有在代售的名單裡面 請問你怎麼看得到 請問你怎麼看得到 你是因為你是柯文哲的太太 所以你看得到嘛 你才看得到那個 在我們所有的網路上面都 那一幅是不給別人看的 那一幅是身份地位比較特殊的人才能看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我個人覺得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最不能接受的是 過去2014年2018年他不是說錢像魔戒一樣 所以呢 那麼他覺得夠用就好了 他在選錢就選擇官賬不讓人家捐 這種飢餓行銷顯然奏效對不對 但至少他還這樣做 然後還把整個開銷收入直接破在網上上 你現在去找他2014年的所有的這個費用都在裡面啊 那請問一下你今年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今年為什麼不這樣做啊 我問你你為什麼不仿效過去的做法 直接把每一筆收入跟每一筆支出 現在你要解決根本不用去查賬 你把每一筆的支出 跟你的每一筆支出的收據跟發表 那麼直接上網公告就好了嘛 也就是你以前怎麼做的現在就怎麼做 沒有錯啊各位 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客運者不是說要天天 要天天公布他們查賬嗎 天天就是 那麼8月19跟8月20號 那一天跟後一天 所以天天就兩天 你知道嗎 這就兩天 公布了兩天的可笑的亂七八糟的作章 那搞什麼鬼 連出來開記者會的內容都會錯嘛 好 你要買你要有七千萬的現金耶 你沒有發現他逛豪宅逛得很 很像真的有一回事一倍倍 他真的要買的 絕對不是空超級啦為什麼 我如果口袋裡面有一千萬的現金 我跟你講保證我不會去看一億的這個豪宅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買啊 就算我很喜歡我都沒有辦法買嘛 你的人設崩盤 你還有臉七一六去年去參加 凱盜前面的這個所謂的居住正義 你有什麼臉去講當年住地堡的連勝文 因為你假人假裔假青年嘛 你們台灣民眾黨只會把假賬送到監察院 到現在都已經幾天幾個禮拜了 對不是喔 這筆賬都還沒有辦法讓我們清楚 還沒有辦法把它公布在網路上面 像這樣的政黨就倒了剛好而已啦 剛才講的今天柯文哲出來弄了一個直播 直播還是昨天已經預錄好的 你連直接線上跟你自己的軍事的對話都不幹 而且現在完全一推二五六說 我們還是最誠實的 我們還是最清廉的 今天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就是什麼 他們根本就根本不報 他們根本就是虛報 我們是面對問題 我們才是對的 這個時刻他怎麼還敢講這種話 柯文哲今天做直播這件事情 讓我思考了很久 到底這是柯文哲的內心 到底現在想什麼東西 我找到答案了 你找到了 我找到一個歷史上有名的一個 配對的答案 你現在看看螢幕上的東西 那個人叫什麼 德國的宣傳部部長 葛培爾 葛培爾講的話 第一句話叫什麼話 你給大家聽聽看 如果撒謊 就要撒彌天大謊 因為彌天大謊有某種可信的力量 而且民眾在大謊跟小謊之間 他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 也就是說 你要不要說 你要嘛就不要說謊 要說謊就要說大謊 好 而且這個大謊 有一種神秘的可信力量 對 所以柯文哲 這大謊是上面講什麼 柯文哲的帳幕一定比藍綠乾淨 他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比藍綠好 都是台灣的希望 都是大 這些他講的話 都是大題目 都是大未來 都是神聖的題目 這叫什麼東西 大謊 大謊 他不是小謊 他不跟你扯那個 有的沒有什麼二十塊八十塊的停車費 不跟你講這個 所以你看有沒有 葛培爾這個有沒有道理 他彌天大謊 柯文哲今天還在撒謊 撒什麼謊 我保證他們的帳 比我們更進不巧驗 然後我絕對比國民兩黨乾淨多了 這是不是說謊 是說謊 他說是不是大謊 是大謊 而且無端的沒有基礎的說 好明天大謊 你看我第二段的這個紅色部分 你剛才怎麼講 就是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 比直接說謊更有效 他的意思很簡單 他這邊講了一句關鍵話 他說當你在謊話講一千遍 就會變成真理 但是如果謊話裡面呢 掺了一些真話的時候 他更有力量 你知道吧 所以說更能夠有效地去說服別人 所以他說謊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掺一些真的在裡面 有掺真的 有一點真的在裡面 所以他的謊話的說服力 比別人有力量 你知道 這是柯文哲就幹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在金庸小說裡面 誰最會說謊 韋小寶最會說謊 韋小寶用說謊 取得天下取了七個美娇娘 他當時就講了一個說謊的最大藝術 他怎麼說說說謊 他說說謊 你要什麼 你要三分真七分假 或七分三分假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非常努力講那個真的部分 然後呢你要不但講到 你自己都相信了 好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這個禮拜一 一直在表演一大堆 對不對 你看我最後一段 一旦 一旦開始說謊 一旦開始說謊 就要說到底 不能停啊 今天是禮拜五啊 就算一個簡單的謊言 一旦你開始說了 就要說到底 他今天就說到底 禮拜五還在說謊 禮拜一到禮拜五 全部在說謊 一旦開始說謊 不能停啊 要說到底 當時葛培爾他們的這個文宣 宣傳部長 宣傳部長是報紙啊 他那個報紙代表什麼 代表了統治者的意志力量 KPTV啊 就是他的意志力 說謊說到底的工具 你看看 一版在二次大戰的 葛培爾的名言 我看柯文哲這個人 他不讀書的 他的學問非常淺薄 你知道嗎 醫術可能很好 但像這種 這種玩弄別人啊 這種奇怪的手段 他讀了很多 他不看政經書的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所有的手法 我覺得他是私誠德國的宣傳部長 葛培爾 就是一旦說謊 要說大謊 要說到底 說到底 第二個 最好猜一些假的真的在裡面 然後更有說服力量 可以感動人 然後說到底不能停 你知道現在就是這個德性 他完全不是你們剛剛分析的這些 他的心理狀態 所以他很簡單 他知道啊 他不想跟你解釋 他現在只講一件事情 他要講的還有嗎 還有希望 希望民眾 親民 老百姓 他這個民眾黨的香火 我還是你們的心話 希望 這個香火還要繼續傳承下去 多偉大的理想 完全沒有羞恥心 但是如果你用羞恥心 用正常人 他在罵別人 你看他現在要講的時候 那個都是叫做說謊 所以他講的臉不紅 氣不喘 而且他的奉行原則最重要的 一定要說到底啊 不能停啊 今天繼續說 下禮拜繼續說謊 所以我們要了解 他膽大妄為 背後的心理準備跟底氣 到底是什麼 他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國民黨可以貪 民進黨可以貪 為什麼我不能貪 這第一個 我間接聽到 還是直接聽到 有這種概念 所以你可以我也可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這句話 他今天講的一句話 你看到沒有 他說 他說 那些人每天講我們的壞話 都不用證據 然後呢 然後下面一句話更重要 他說 他說國民黨 用兩億 後面加個零也不值 然後民進黨加個五億也不值 那他在講國民黨加民進黨的時候 他有沒有證據 沒有 他前面 這段話就前後矛盾嘛 對 然後更大的荒謬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說 你要真的講的話 我可以保證他們的賬 一定比我們更經不起考驗 第一個我要問你說 柯文哲你現在的信用 還能夠保證值幾個錢 他說實在是 那個實在是騙術大師 就像今天許甫講著講著就哭出來了 許甫說我們沒有公信力了 許甫還為他們喪失公信力會流一些鱷魚的眼淚 你可以試試看 對 搶著講著 我沒有公信力了 不是 所以你看他 你看柯P他怎麼樣 他大眼垮垮 他一點都不慚愧嘛 對不對 好我就來問一個問題 我們解讀一下 那為什麼人家查民眾黨不查國民兩黨呢 這很簡單 如果再看他這個邏輯的話 對 就好像我們闖紅燈嘛 為什麼抓前面的 你為什麼抓我不抓前面闖紅燈 對不對 那你的視線知不知道這個 這個警察一定會抓你不會抓前面 當然 他應該知道嘛 如果他IQ157在政治圈混那麼久 至少闖紅燈就是不對的 對 可是他認為說今天民進黨抓他 司法抓他是不對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 因為你講的經不起考驗嘛 對 經不起考驗 那你既然知道你 他經不起考驗 你也經不起考驗 表示你承認錯了嘛 對不對 你做了一個錯誤的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 現在司法找你麻煩嘛 對不對 那你也會中標嘛 對 因為他的幹部 會計師他的帳務員通通交保 還帶電子腳樓嘛 對 所以他犯罪已經是事實啊 他知道啊對不對 所以他經不起考驗 他也知道啊 對 那問題是你這個結果 他IQ157 是在事先 是東窗事發才知道 還是事先在幹這個 在A前才知道 他早就知道啊 他這個事情嘛 那早就知道 他一定會被抓 一定會被逮到 一定會犯罪 一定會被破案 那他為什麼還這樣做 為什麼還這樣做 所以IQ157 這不合理嘛 所以我的百事不得其解 後來我想到 以前我一個老大哥 他人已經離世了 李敖大哥在世 對 跟我講過一個預言故事啊 他說啊 指教你要知道啊 很多人的心態你要理解 譬如說我們在 我們都住東區啊 他中華藍路上面有個金店 中午的時候 那裡面 中 這個中午是旁邊還有警察巡邏嘛 對 中華藍路一定要警察巡邏 那個賣黃金的金子店 你知道嗎 結果兩個小鬼都進去去搶黃金啊 兩分鐘就被逮 對不對 逮了 逮了盼索就跟他先給他一巴掌 你這個大白天你跑來搶黃金啊 我們都有槍 你是老去不清楚啊 他說我沒有看到你們啊 沒看到警察 沒有看到警察 我是看到黃金啊 只看到錢 沒有看到錢 所以柯貧只看到錢 這就是柯貧你知道嗎 他IQ157 可是他看不到會被抓這件事情 他看不到司法 他只看到這些鈔票嘛 他眼中就是金光閃閃 只有那個dara sign一直掉下來嘛 所以他不是 可是他以前不是念佛法的嗎 不是念金剛經心經的嗎 他不是貪嗔痴 要跳出來的嗎 貪 在台大適用 到選總統大選 A小草當韭菜的時候不適用 那個根據環境做浮動調整 所以他的調整 他沒有想到當選一個總統 會這麼富貴逼人 錢黃河之水天下來 是 問題在這裡 所以關鍵就是他的貪戀 他的貪戀 讓他的智慧降低 讓他聰明降低 所以他現在搞的事情 鬼心骨轉抗頭 他身上臭不可聞 到今天他還要去那邊硬撐 所以關鍵就是一個貪字 貪把他蒙蔽了 所有一切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他怎麼解決呢 他有沒有解決辦法 完全沒有 但是他很簡單 在這個過程當中 暴露他自己的這種不安 然後他也知道 下禮拜他倒大了 好 會成 剛才講的柯文哲 今天也特別寫了臉書來 就是說一成績 特別是這兩天 引起軒然大波 當然是他的老婆去看豪彩 而且是看上映的豪彩 就是他講說 他說你們對我有各種的謠言 很簡單的 我的小孩已經成年了 我的家裡的空間 需要重新的規劃 陳卑琪是考慮要換屋 不過因為房價很高 他去看了幾次 管理費太高 比我的樂隊還多 所以計畫就停在那裡 人家沒有要買的啦 我覺得他這樣子 不是完全打臉 那個他老婆陳佩琪 之前的說法嗎 陳佩琪說 台北市只有這一區 台北市只有這一區 代表什麼意思 其他十一區 我都沒有放在眼裡了 看不上眼 所以重點來了 而且他一講說 他老婆真的是看了幾次 不但是外面看了幾次 還不是在外面看 他一定有走進去 你不走進去 你怎麼知道人家管理費是多少錢 是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真的是很務實的 想要找一個 因為年紀也大了 你可能想要怎麼樣 換個有樓梯的或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這麼務實的話 你會先盤算 你的三千萬可動用現金的情況之下 你還要有貸款之下 那你房子能買的 大概就是七八千萬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是哪一區的房子 你比較適合 他們有賬嗎 他們沒有啊 他們沒有啊 他們沒有這樣 這看一看 那看一看 只有一圓起跳 1.2億的房子 看了之後說 我不記得它叫什麼 為什麼 因為2.7億的 我都隨便看了啊 我今天如果有那個 隨便去看2.7億的 我也不會記得1.2億的 那問題是 那就代表著 你老婆看這些房子 沒有在管管理費 沒有在管房貸 沒有在管其他什麼什麼的 你老婆的底氣 來自於她的口袋的厚度嘛 可是可不可以講說 我去問了管理費 那個管理費比我的退休縫還高 所以計畫從此打住啊 那為什麼你就 我就問你一句 那為什麼你們只看那一區 北頭區不能看嗎 萬華可以啊 萬華當你的鄰居最好啊 跟你那個對不對 你就跟他邀約他 你還跟他說我屋主親自帶屋 他不是說他去看了 我也不知道誰 好像有屋主吧 現在大家想說那個屋子 是廖萬龍 所以現在情況來了 因為他知道他太太不小心 講出了太多的實話 他現在要幫他的那個 幫陳佩琪圓 所以才圓成 原來圓去圓成變成這樣 我跟你講啦 但是你說站在 同樣是女性的角度來講 你能怪陳佩琪嗎 不能嗎 你要看一下 他是辛苦過來的 他還曾經講過什麼 哎呀我老公就只能賺這樣 所以我也只能認命 他那時候發文還講什麼 他說呢 現實也不是每個男人都能賺那麼多 有些人喔 又有潮災 又有名車 又有司機 又有用人 又有保姆 他在講誰 他在講之前跟他打對台的那個 蔡依山啊 因為人家蔡依山 這樣給連勝文 連勝文家裡很有錢嘛 住地保 什麼都有嘛 但他現在可以看豪宅了 對 但現在可以看豪宅 這會換句 所以我的衣服買不起 但上衣的豪宅我看得去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我 普盡甘來 我委屈了一輩子 我辛苦了一輩子 我勤勤一輩子 我現在 終於可以像掛牙齊一樣 去掛這些豪宅 我在豪宅群騎去 所以你說現在對他來講 我已經出運了 現在我出運了 誰都打不了我了 是我覺得他也不是說 真的要show off給人家看 只是你知道 他可能這一輩子 最大的夢想 就是我要在台北市的豪宅圈 讓人家知道 那個我們這個 柯媽媽 出來掃接孫餐醉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佩琪姐 在不小心講出太多 內心的那一種感覺 所以必須變成柯文哲 要出來幫她圓這些話 另外其實有人把這個所謂的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也就是柯文這個無信的 收支結算表拿出來 收支結算表拿出來了以後 他的整個收支 餘額是吧 60342849 可是他結算日的 金融機構的賬戶餘額是 33103049元 他說這個非常不合理 他說這個賬目的差額 差了27239800元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他們把監察院當作傻子 因為我之前一直說過 我們申報出去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會計帳 一個是存折上面的餘額 兩個要是一樣平的 所以我之前就一直在質疑說 你怎麼可能這一欄 會計帳全部都登陸錯誤 最後會跟帳銀行的餘額是一樣呢 結果答案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他一申報出去 第二天監察院就可以退回來 跟他講說 你有差額這麼大 為什麼差兩千多萬 所以你知道科進辦等於 是把監察院當作傻子 認為監察院不敢查他 所以不管3721他就給他報 而且我告訴大家 最後申報出去的那一關 最後那一關 不是會計師的權限 是候選人本身的權限 也就是我自己的自然人憑證 插進去 我看過才能申報 所以柯文哲是157 智商157 台大醫生 難道他沒有發現說 第一個 我不是收支解存有6千萬嗎 對 6千萬 我的銀行怎麼存3千3百萬 只剩3千萬 2千7百萬被誰拿走了 而且你說這個應該都在同一個帳戶 進更出都在這個帳戶 當然2千7百萬被誰拿走了 以他這麼計較錢的人 誰從他口袋敢拿2千7百萬 所以2千7百萬不見了 從老虎嘴巴把肉拿走 這隻老虎不會咬人嗎 這個2千7百萬 可是柯文哲的帳戶不見了 柯文哲都不在意 都不去查 就讓他報進去 所以這是不可思議的第一個 所以為什麼講說4月8號 他把他送到監察院 4月9號監察院就退回來 因為不用查 我什麼都不用看 我光看這個就知道 我光看這兩個數字就不一樣了 那後來他們要努力要兜的 就是兜這個 所以光是申報這個就很瞎了 我絕對不相信端木正 身為一個有會計牌的會計師 會搞出這一筆亂帳 我覺得端木正應該把實話都說出來 這麼這麼白痴的錯誤 不要說是端木正 有數位都不會犯好不好 你再怎麼樣那個帳戶的錢 也要跟你結算的錢搞成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連收支結純 帳目上的都低報了 他現在說他帳 只有帳目上還剩6000萬對不對 實際上可能是6900萬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他有900萬 報尼奧跟實樂 對 可是尼奧實樂不承認說 沒有這筆帳 對 所以這筆帳是端木正灌水進去的 秀皇珊珊說的是灌水進去的 所以如果把這個灌水的支出再加回來的話 也就代表我沒有這900萬的支出 那也就是他的收入應該要再加900萬才對 對 所以他的收入可能結餘應該是6900萬 短差就更多了耶 短差就高到3000多萬了耶 不會 他這個是到了今年的2月12號 端木正在去灌那個帳的時候是4月多的 對 就代表端木正為什麼要去灌那個帳 因為這個東西的差額太大了啦 對 所以這樣越灌那個帳差越短 不是 你查這麼多你怎麼敢爆出去啊 對啊 那柯文哲到現在 大家想想看喔 如果有人從你的帳戶弄走2000多萬 你會幹什麼事 你會報警 你會叫原本管帳的這個人 你給我滾 找別人來查帳 但是今天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是別人都不准查 只有黃珊珊可以查 黃珊珊就是當時的俊全總幹事 對啊 所以黃珊珊到底是來查犯罪現場 還是把犯罪現場圍起來 趕快把指紋擦掉 趕快把血跡擦掉 驗滅證據 對啊 2000多萬 柯文哲是一個很計較錢的人 大家想想看喔 他以前在當台灣民眾黨主席的時候 只要他今天有公家的錢 可以佔有水 他一定把他的人都塞在公家 去領公家的薪水 絕不用他民眾黨的錢 能審則審 能A則A 要嘛就是放在立法院 像陳志涵 明明是立法院的薪水 但是在上班時間 就跑去陪陳佩琪去喝這個早午茶 然後以前他的所有民眾黨的人 通通塞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所以這樣的柯文哲蜘蛛必叫 有人從你的帳戶A走2700萬 光是這張表格不用查帳喔 告訴你說你只存6000萬 我的家庭怎麼存3300萬而已 你在用自然人憑證 就算前面都是別人幫你作帳 可是我們甚至現今就是要求最後一關 你候選人要自己看過嘛 所以他給你三個月時間 你候選人總是卸完票了嘛 你總有空了吧 二月份柯文哲總有空了吧 尾牙都吃完了 你在插入你自然人憑證 要按確定的時候 你自己要看一下 你現在就跟你說你精華城一樣 我只是蓋兩三個帳 我也不知道細節 我這個2000多萬我也不知道 我就按下去了 所以你說你前面剛剛講的 你有很多的收據 有很多的細項 很多的剛剛講的 包括你去台南辦的這個活動 包括你剛剛講的 你的這個所謂的選舉支持 包括你的民調費用 你還可以說我不知道 可是最後一筆帳這個數字 你總要看一下吧 對 然後這幾天為什麼 民眾黨的記者會 要一直努力的翻出一堆發票 因為他們要努力的去縮小 那個帳戶餘額 他們現在是剩太多 花太少 那可是帳戶裡面的錢都不見了 所以他們要找一堆支出來說 解釋說為什麼我銀行的錢這麼少 我銀行的錢這麼少 是因為我還有花這麼一堆錢 沒有報進去 可是結果 湊來湊去湊來湊去就是20塊 匯款手續費 40塊高鐵退票手續費 你怎麼湊 你也湊不出2700萬啊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有財務紀律 真的這一些賬跟你沒關係的話 你要好好想一想 誰從你的口中 誰從你的眼中 搞走這2700萬 2700萬可以買一間套房 喂 我沒有仔細看過這個選舉的結算 這個真的像 所以講是這麼不合理嗎 我的收支結純是6000萬 可是我的銀行的這個帳戶 只剩下3400萬 我中間有個帳戶的差額2700萬 因為大家如果看的覺得很複雜的話 我用簡單的方式來跟大家講好不好 因為之前不是買便當96萬嗎 便當 40個便當吃到34個便當 又剩幾個 6個嘛 可是桌上只剩3個 那另外3個呢 就這麼簡單啊 就是你今天拿了4億多 你花了3億4千多 你應該剩下6000萬啊 可是你銀行屋頭裡面只有3000多萬 那還有2700萬在哪裡 那觀眾朋友你注意看 導播可以盡量把它放大 這個已經是監察院告訴柯文哲總部 雖然候選人本人不知道我覺得非常離奇 然後端木正已經上去改過以後 更正日期有沒有 7月3號了 他還這樣報 我今天花了 我拿了4億 收入4億 我拿這麼多錢 我花了3億4 結果呢我銀行剩3000多萬 這怎麼可能過得了關嘛 應該是要有6000多萬 其實我只剩下3000多萬 結算金融機構存款餘額3310萬啊 那所以問題在哪裡 好 那有可能就是 我其實銀行裡面只剩3000多萬 我花掉了錢 只剩3000多萬啊 那這2700多萬我花了 可是我找不到單去 發票呢 對 我找不到單去 所以我沒有辦法登到這邊來 我所以登不進去啊 所以就會有問題了 但問題是你現在 所以後面才要拼發票 對 重點在這裡 還要灌一個水 把這個我要講第二個問題 那既然你還沒有登進去對不對 那你就不在支出裡面啊 對不對 對 因為支出已經寫這樣子了 那所以這個支出扣掉這個 如果你還沒登進去 如果你登進去那支出就更多啊 你振的錢又更少了 所以就是一團爛帳 一團爛帳 你上個禮拜三第一次講的時候 一團爛帳 真的就是這樣 那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 可是地方喔 地方在吃緊 可是中央在緊吃 帳目很亂嘛 那台南出現了那個地方的那個 那個什麼400多萬以後 各地黨部都 大家都這個豐盛鶴利喔 台中黨部也趕快把他的那個整個帳目弄出來 這個我們就10秒鐘都看完了 就清清楚楚 花了多少錢 然後呢 這個拿了多少錢 剩多少錢 拿了600多萬 花了200多萬 剩多少 就剩400多嘛 那左邊就對照組嘛 這個就是正確的 就沒問題啊 而且呢 寶基哥你如果仔細看喔 他這裡面有有沒有 白沙屯的活動有沒有 包含了整個的廣告啊 他的看板 舞台搭設有沒有 都多少錢 三萬多 三十七萬多 三十幾萬多 三十幾萬多 都是三十幾萬多 就可以弄起來了 不是300萬 不是400萬 那寶基哥就是 這是地方的帳目 而且跟大家講 我們都清清楚楚 可是呢 有一個人喔 他叫做大媽老司機 他叫朱慧榮啦 他是基本上的 非常支持柯文哲 而且柯本都會知道的 那我給大家看 但是他自己貼的 所以不是我貼的 他把他的黨證貼出來 有沒有 朱慧榮 你看那邊寫的是什麼 創黨 洞洞四啊 他是創黨第四號啊 跟著那個蔡壁如 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啊 2019年8月6號 好那我很簡單講 我不用講太多 朱慧榮就是第一個 跑出來 他說你們知道嗎 我進去裡面當志工 哇 裡面很多都是木殼小物 可是我們志工不能碰 第二個 木殼小物不但不能碰 也不能幫忙賣 第三個 有一次有一個志工 去幫忙賣 因為木殼的員工去上廁所啊 回來兩個菜人打起來 所以到底為什麼 然後呢 你看他說我們民眾黨的 這個黨證都是悠遊卡 對不對 但是木殼裡面 連個悠遊卡支付都沒有 你不是說不要紙本嗎 所以他講的那件事情 都是以前阿沒聽過 內部的 好那他今天最近的po文 寶傑哥 他說什麼 我做夢 夢到有人 遇人不俗 世人不敏 他用雙體 遇人不俗 世人不敏 是講誰 今天柯文哲剛剛po文的意思 就是李文中嘛 可是後面這才是我關切的 他講什麼 他說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是有人在找人 然後後面要找錢嗎 所以人是誰 錢在哪裡 我們剛剛那邊講 兩千七百多萬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有人在藏人 把人藏起來 藏錢嗎 最後一個是有人在分錢 有人在分錢 分錢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 柯文哲他今天po的那個臉書 只是跟大家講 他願意就是好好去查 還沒有解釋任何事情 那檢調也在查了 而且六大廂拿到調查局了 說實在的 我的看法是 其實民眾黨也不用查了 因為民眾黨現在目前 虛夫講沒錯 你就算在開個記者會公布說 我們查完了 社會不一定相信 檢調竟然在查對不對 檢調最後查出來 到底誰被起訴 或者是沒事 就清清楚楚 而且他還講說 有人在夢中告訴他 錢早就分好了 他現在寫的這些 下面我去看留言 這民眾黨制者都在罵他 說你不是柯文哲的朋友嗎 你離開民眾黨嘛 他也跟這些民眾黨制者吵起來 但我要跟大家說就是說 因為他確實是在 民眾裡面幫忙的 那民眾黨這些問題 他講出來以後發現說 整個過程確實有發生 那我們現在都在談錢的事情 柯文哲也沒辦法解釋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在講分錢 藏錢 跟找錢 我覺得可能後續 大家還可以再看看 我現在終於搞懂了 為什麼你4月8號交給監察院 監察院第二天 看都不開就把你撤回去 如果這個東西這麼簡單 其實你的收支節準是6000多萬 但是你的銀行余額只有3300萬 那你當然就不對啊 你至少把這個根搞定 我不懂的是 這種事情差這麼多 你怎麼還敢交出去 我現在終於搞懂了 民眾黨的這個數學之謎 為什麼 因為記不記得 那時候第一時間點的時候 他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差額總共是1817萬 但大家很好奇啊 明明問你的是916萬 對不對 為什麼會算成這樣 但你仔細聽 柯文哲的口中 有沒有講過1817這個數字 沒有 從頭到尾沒有 柯文哲說 這個差個多少 差個幾 我幾萬可以合理啊 總會差到2000萬 對 所以柯文哲所謂的2000多萬 指的就是這個2723 但民眾黨從來沒有誠實面對這個數字 因為他們第一時間就鬧出烏龍了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仔細一減 我終於懂它的算法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說我差額有2723 這等於說我的收入跟支出 應該要剩下這些錢 結果我們講的少報了2723嘛 結果他把916直接用2723把916給減掉 先減掉 減掉你知道算出來的數字是什麼嗎 就是因為 1807 所以根本不是1817 因為唯一能夠得出1817這個數字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代表民眾黨第一時間連減都減錯 而且根本不能那樣減 因為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根本沒有這些發票 你漏爆這些發票 所以他們等於是為了要圓這個謊 開始幹嘛 臭帳 這個小學的班費都不會做這麼爛吧 對 而且臭完帳之後呢 我小學是管班費的 但我如果班費做成這樣 我會被吊起來打的 對 而且你仔細聽 剛剛其實蘇惟講了一個重點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這個916 代表說你把這個賬額外灌進去的話 而且明明沒有發票 你還灌進去的話 理論上來講這個收支 是不是應該是要變6900 對不對 結果民眾黨的數學是什麼 他反而說 所以我們多報了這個 那我趕快 好 我這個賬目差了 我就把這個916給減掉 所以這個算法是完全錯的 而且再來 陳志漢跟黃珊珊當天 是不是拿出一大堆發票跟數據 對不對 結果你那些發票跟數據 發現他在幹嘛 他想要把這個1817 也就是2723這筆帳 給把它湊起來 給湊起來 結果後來發現湊不起來 所以你看 之後黃珊珊接連開了兩場季頭 也在幹嘛 擺爛嘛 說我跟你講 我這個99塊跟98塊 差了一元 然後呢 開始在找一些憑證啊 說我美東美西啊 開始在東補西補 你知道在幹嘛嗎 然後就拖時間 因為他們 以手上的憑證 跟手上的證據 根本抽不出這個金額嘛 張實就沒辦法報了嘛 難怪段布甄這麼不爽說 你們把帳算到我頭上 這種差額誰補得起來啊 對 所以你現在懂了嗎 後面他那兩場記者會 都在扯爛帳 就是我就 反正我就跟你瞎唬爛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幹嘛 但是他們就再也不敢提 這個2723 但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個帳衝不了 所以最新有沒有一個 最新進度的講法 他說什麼 他說沒有啦 憑證都被調查局拿走了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才找不出來 來保利哥 我在等憑證 這句話到底真的假的 當然假的 我給你知道為什麼是假的嗎 因為在當時的時候 民眾黨事實上 手握所有的憑證 才會去跟監察那邊報帳 後來調查局才進來 所以代表他們第一時間點 根本就已經找不出任何的發票 他那時候是講說 我4月8號的時候 跟監察員早上8點去申報了嘛 對不對 結果25分就被退回來 但你不好意思喔 你仔細看喔 端木證後來更改是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調查局說 你帳目這個亂七八糟 我直接把你退回去 那個時間是4月8號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喔 這個更正時間是在7月3號 所以你知道代表什麼事情嗎 因為端木證在4月17號 以及5月29號 6月29號分別報了三筆 就是916萬把水灌進去 但灌進去之後 得到的還是這麼荒唐的結論 還不夠 還不夠的結論 再來各位 那個差太大了 再來我們是不是有講到說 柯文哲有什麼裝網費 然後有我們講的政生電台 有一些時間公司 有一些很顯然我們高達將近快1億元 就是說他的支出 跟他應該要付出來的成本 顯不符比例就是什麼 誠實申報 誠十倍的申報 所以你如果仔細把這個上路 你已經有兩千多萬 填不起來 再加上你的誠實申報 裡面東西都是有灌水的嫌疑 所以寶哥你想想看 到底柯文哲收入了這4億元的帳範 你到底花多少錢了 對這才真正的問題 他到底花了多少錢 而且你到底撈了多少錢在口袋了 對寶哥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再補充一點 我們是不是一直在講說 木可公司到底賺了多少錢 寶哥請問一下 木可公司到底賺了民眾黨多少錢 他之前講4千多萬 對你一直講4千多萬對不對 這是一個大盲點 為什麼 因為木可公司是跟民眾黨 也就是由這個專戶 輸出多去4千多萬 但不好意思喔 木可公司賣的衣服 木可公司賣的小物 木可公司用的錢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 全部都開動的 成本都是黨部的 對 都是進總的 所以你現在根本不知道 木可公司那個黑數是有多少 你知道嗎 因為他網站開著嘛 他是不是柯文哲同時會說 請捐款我的捐款狀物 下面擺說木可小物的商店 但你那個木可小物商店 點進去之後 如果所有的資者 跟他買東西 跟他消費 寶哥請問一下那個數額是多少 不知道 沒人知道 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木可 我現在把這個盈語 希望全部發一個聲明 通通都捐贈出去 請問一下現在捐了嗎 沒有 我根本保證他根本不會捐 不是 而且 那個數字到底有多少 也沒人知道啊 對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民眾黨給他就四千多 那他帳面上 小草這麼踴躍 在最後一天 不斷地把錢捐進去 搞不好是數以千萬計 甚至上億計 但是你現在都根本 沒有辦法去查核這個數據 因為理由很簡單 柯文哲都已經把牌直接蓋了 他是私人公司 你也找不到 佩兒許甫講的那句話說什麼 說我們現在很高興 因為我們黨呢 所有的這麼講 斗內的支出 民眾黨的斗內的收入 都會到了牧可公司去 所以各位我終於搞懂了 柯文哲就要玩一個邏輯 花都花黨的 但是所有賺錢都賺到牧可的 因為黨庫通私庫 但牧可通什麼 通柯文哲自己的內褲 所以瑞德 這個帳查不下去了 這個帳會怎麼查回去 原來我們所有的評證都在調查局啊 我們要去跟調查局要 我雖然沒有跑過調查局 我才不相信你可以去調查局應 我跟歷屆的很多調查局局長都很熟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律師出身的黃沙漢講出這樣的一個 嚇死人的話 為什麼 我們六項 那時候不是為了 那時候一大早 到底有沒有到這個台坡大樓 有沒有去搜索民眾黨 他們趕快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準備好六個那個地方 然後調查局不是去查這個 等於說牧可嗎 然後順便搬走 你們早就知道調查局會來了 所以你們早就準備了六項東西在那個地方 你還調查局把你帶回去了 你還可以到調查局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那個copy一些東西 我們要那個查帳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副本了 我們這副本不清楚啦 我不要看你原來的評證啦 你把法務部調查局當作是什麼啊 你以為法務部調查局是 你們的這個人工草皮嗎 對不對 人工草皮所以隨時可以捲一捲 copy一下讓你帶回去嗎 調查局從來不做這種事情的 而且脆一萬部獎 你那六項要給帶回去帶回去的東西 你都沒有copy流存嗎 如果你連copy流存都沒有做的話 你這個黨包包都去放解散算了嘛 為什麼 因為你也知道這個比賽被你們口中講的那個 端木正亂爆到監察局嘛 所以呢 他到底有多少多少多少 你一定要有一個流存相關 當然啊 單據一定要流存嘛 對不對 不是他更好笑的是 他說那個副本現在都看不清楚了 而且副本還看不清楚說啊 那個副本的數字的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了 欸 柯文哲不是說 他的帳每一筆都進得起考驗嗎 他很乾淨嗎 你知道柯文哲今天 那個在那個專訪裡面怎麼說啊 在民眾自身的專訪裡面說 我告訴你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有人說 你們民眾黨的廁所又臭又髒 柯文哲說 我們至少誠實已對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廁所更臭更髒 你的意思是這樣嘛 可是你沒有去面對你們為什麼 又臭又髒的事實啊 他怎麼講 這個 因為被打下去就修正 爬起來 每打一次可越來越硬 越來越厚 會越來越強 各位 一無反顧 再騙一次 他以為他是烏龜嗎 可越來越強 再騙一次嘛 你們就是想要再騙一次的那個意思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呢 你們到時候請問一下 再過幾個月要辦路跑 那你們又要賣東西了嗎 是不是又要割小草嘛 又重新來一次嘛 今天 為什麼會人家那麼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 你給人家的人設是 你是坐飛機出國的時候 坐經濟艙的嘛 但問題是每次人家用你的身份 都給你經濟艙做艙門那個 比毫進艙還大的嘛 所以你是裝的嘛 這樣坦白你不是真的嘛 除此之外 各位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李文娟 一樣150萬交保 一樣 電子腳樓 電子腳樓嘛 然後他的助理 幫他做帳的助理呢 一樣50萬交保嘛 顯然檢察官員收過了木可公司 檢察官認為木可公司 是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那麼今天的時候 憲說啊 怎麼說啊 他說 在2022年7月到10月的時候 柯文哲在黨務會議跟中央委員會裡面 都說 為什麼不自己開公關公司呢 可以承接自己民眾黨的那個相關的case嘛 在過去還曾經對內下令說 民眾黨的錢要給民眾黨員自己來賺 以免外包也包給其他的公司 沒有忠誠度還拿我的錢來罵我等等啦 這些剛剛講不是2022年7月到10月講的嘛 對 2022年的10月木可公司就成立 木可公司如果週刊報導 他們去訪問民眾黨的相關的人事啊 都會報道的是事實的話 那請問木可公司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這才是大家矚目的焦點 你們在搞什麼鬼啊 你們在用 到底是不是真的用左手換句 右手這些問題 他都沒有講 他都沒有解釋 他說他們都沒有做假仗 每一筆仗都OK 有嗎 有嗎各位 有嗎 這兩場記者會裡面你們看過的人 相信他所講的嗎 你相信他所講的嗎 你相信他所講的嗎 所以到現在還不肯面對自己的錯誤 還在一天到晚只會說是名嘴政論節目 在潑髒水到現在還沒有反省檢討的能力 你是調查記者 你跑過很多財新新聞 你大概答死你都不相信 這種仗你敢報出去吧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上一次第二次的時候 他們講這件事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問 我說不對 他在講什麼鬼東西啊 你看他講他當時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 那個監察院從頭到尾沒有跟我們講兩千多萬 他就說我們收支部有問題 我們承辦人員進一步打電話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說登入監察院收入的金額高於富邦帳戶金額 378萬8然後428元 那時候我就心想說不對 你的帳戶出現的那個叫做結餘 就是你的盈餘 那你怎麼可能監察院會告訴你 你的收入跟你的結餘差300萬 這完全不是對準的東西啊 應該是你的帳上的結餘跟你的帳戶裡面的結餘 這樣子差了300多萬這才有問題嘛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們已經第二次開記者會 他還在說謊欸 他故意拿蘋果跟你橘子做比較 他說沒有啦 監察院沒有說兩千多萬 他說的是我們的收入比我們的帳本多數300多萬 你在講什麼一個是收入一個是結餘欸 所以他故意去亂講 他故意拿不對的東西再對比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呼嚨大眾 所以現在才真正出來嘛 被人家踢爆嘛 從頭到尾監察院是告訴你 帳上的結餘應該有六千多萬 結果你銀行存責怎麼可能只增加三千多萬 那你其他的消失的兩千七百萬去哪裡了 他不去講這個 他跟你說什麼收入 從頭到尾就跟你騙你啊 所以搞了半天不是兩千萬 是兩千七百萬 對 而且我跟你說 最讓我感到生氣的是 柯文哲竟然到現在還在說話 柯文哲他不是今天PO出那個 這個受訪說他講什麼 而且PO出臉書 他說喔 哎呀 監察院告訴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赫然發現 我們的財務 我們的淨總總財務長 淨將這個整個帳戶外包啊 請問一下淨總總財務長是誰 李文中 李文中 但是事實上真正的作帳是他內媒嘛 是李文娟嘛 所以是你最信任的人欸 結果你欣然說 啊 赫然發現我們都被他所騙了 第二件事情 他說我們沒有落實財務監督機制 而是選擇相信了50年同學 這是我自己要深刻反省的 我問你過去柯文哲兩次選舉 誰幫他做這些財務商的一個監控 就是糧秀局啊 他是故意把糧秀局給弄走 把整個財務大權放給他這50年的 那個老同學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說 啊這個有勝於你就拿去做文宣就好啊 是糧秀局跟他說 No 不同帳 不可以混為一攤 是因為糧秀局 恪守財務監管的職責被你弄走 因為你沒有辦法挖東牆補西牆 你才把它弄走 從頭到尾 柯文哲沒有要查帳 沒有要把這整個賬對外公開透明 為什麼 因為他堅守自盜 他從頭到尾知道錢去哪裡了